至於這個洗錢防治啊 剛剛陳主委有跟你說明 其實這個是 國際上為了要打擊恐怖組織 人口販賣 毒品犯罪等等啊 洗錢防治法這個體系建立之後 為了維護台灣的安全 也為了維護台灣的民主不被污染 行政院針對這樣的報導有沒有什麼樣的態度 是感謝王委員 台灣歡迎台商回國投資 那也歡迎台商的資金回到台灣 所以除了我們積極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以外 現在呢我們也沿理一個新的法律 就是海外資金可以回到台灣來 至於這個洗錢防治啊 剛剛陳主委有跟你說明 其實這個是 國際上為了要打擊恐怖組織 人口販賣 毒品犯罪等等啊 那我們作為國際體系的議員 那我們一定要參與 那如果我們不參與的話 我們在國際上 我們金融會被excluiting 對 包括我們的金融 包括我們的台商的投資資金的融資 我想恐怕都會出現問題 所以不宜啦 不宜把台灣 善盡國際義務的 的這個行為 把它載化為 甚至刻意分化 分化為是說是為了 阻止台商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讓我們んで 我們知道 我們一樣的 需要在裡面 和我們 需要以往 讓我們 不乎 從 來 我們